近日,据媒体报道,最近中国官方媒体在一档节目中,告调宣布轰二十已经取得重大进展,首飞在即了,看来官媒终于不再隐藏这款大杀戏了。 轰六K终于后继有人了。 对于这次轰二十的震撼问世,以俄罗斯专家给出评价,看来中国轰二十轰炸机进程十分顺利。 但西方对此可不怎么高兴,因为他们已经如坐针毡了。 西方媒体也表示,中国对轰二十保密程度太高了,如果不是这次曝光,这款轰炸机差点就瞒过了全世界。 战略轰炸机一直是各国到度重视的一款武器,原因无他,这种轰炸机能够从战略层面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势, 甚至于能够决定全世界人类的命运,而发展更出色的战略轰炸机一直是中国的一个心愿。 此前中国的轰炸机领域一直是一些中小型轰炸机当家,而在轰二十将要问世的情况下, 中国的轰炸机水平又将得到一个新的提高。 此前有消息称,轰二十的航程,预计将会达到八千公里以上,按照翅刀周长四万公里来算, 轰二十的攻击范围,足以覆盖大半个地球。 换句话来说就是目前中国的主要军事竞争对手都在轰二十的打击范围内。 这种战略层面的威胁不言而喻,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必须深思熟虑的一件事。 同时,许多人认为,轰二十将会和美军的B2轰炸机一样,是一款隐身轰炸机。 中国战机的隐身技术,在歼二十身上,已经有了充分的体现。 轰二十如果不能够进行隐身,那么它的威慎能力无疑会大打折扣。 隐身能力分两方面,一方面是机身自己的隐身能力,也就是外形和隐身涂装的。 这些决定了轰二十在面对敌方雷达扫描时看上去,是像一只鸟还是像一架战机。 另一方面则是轰二十的电子设备。 B2战机有一个特点,就是能够干扰敌方雷达网络的搜索。 降低他们的搜索范围和精度,从二十的原本看上去,像一只大鸟的B2变得像小鸟。 而像小鸟的B2的会看不到,中国的电子技术发展非常出色。 轰到二十肯定也会有类似的设备来帮助完成这一过程。 不过,轰二十能否首飞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比如说飞行员的陪室问题,还有地面的后勤工作,以及最后的桥室等。 这些问题看似微笑却决定了轰二十能否成功飞上蓝天。 不过以中国一贯以来的眼界来看,这些也只是时间问题而已。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